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各国社区 包括西人 各国学校 在九二年开始都进行过一些讲座去推广自然医学 所以这个自然医学就是不需要做手术 不需要吃化学药物 在西医暂时不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 或者放弃治疗的情况下 我们采取自然医学的方法 或者我们叫另类疗法的方法 来达到辅助医生西医去解决病人的困扰 事实上有很多好像腰椎盘间突出了 包括慢性的病 糖尿病 退化问题 包括有些 即是说 这个情绪的问题 都会通过这个自然医学法 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特别我们说 除了用中药 也考虑用营养 营养我们说 在美国最近立法 作为营养的数是叫医药营养数 我们说 补充一个营养数 就预防一种疾病 我们如果缺乏一种营养 就会产生一个疾病 所以我们特别在一个人 到了四十五岁后 中年期的话 我们的营养 控制 控制 是非常之重要 特别我们的饮食的疗法 我们的生活的措施 生活的习惯 都要跟我们的原居地 来到一个有很好的改变和调整 特别要适合我们加拿大的水耗 自然医学中心 对我们这个马含社区 健康的发展工作 大力的支持 我想多谢大家 在这个建议的开议 我希望多谢大家 一切开议 我们的支持 这个当中的 感谢观看